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南市淮宝局今年在清明期间推广环保祭祀,结合八家社福团体在全市的那古塔设立服务台,鼓励民众以供贷金,省下部分买纸钱费用,捐给社福团体帮助弱势,共得到2580人响应,捐款达近135万元,捐款人数较去年成长11%。 1% 捐款较去年多初时,7%如以每百元纸钱重2,2公斤缓散,共减烧29,64公顿纸钱。 环保局表示,初推广以供贷金寄住弱势,配合纸钱集中烧政策在32处营那古塔设置纸钱集中在运点,鼓励民众将纸钱交由海宝区运到焚化炉集中烧,清明期间共在运274,2公顿纸钱集中烧,较去年减少1,71公顿。 其中纸钱集中烧量最多维安定区那古塔约36公顿,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减少烧金钱,将省下的经费捐助弱势,达到改善空污间帮助弱势双赢解局。 环保局表示,南市的焚化厂每年都举办进炉仪式,民众可放心将纸钱集中焚烧。